我們預計是在下一個月召開臨時全代會 把古都提名的基本規則確立 然後我們預計在明年的三月底 把古都的候選人能夠確定 我的軟弱的議題應該不是議題了吧 在這次選戰打完 大家也覺得是說 在團結的前提之下 個人的因素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一個團結 一個團體的共同意志力的表現 那我們這次打的是一個團體戰 大家都打得很好 好 我們現在歡迎我們第二段的來賓 包括我們的司法專家 易鴻到我們的現場 還有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蔡王朗 蔡委員 歡迎 還有我們非常有名的政論家文家 大家好 來 請來請教蔡委員 所以小英剛講的話 第一個 等於直轄市 你們五大直轄市候選人 是提早開黨的 三月底就定案 而且跟總統大選是脫鉤的 整個黨都認為說越早越好 三月底老實說 我都認為有一點慢 大家認為說要越早決定 提名的人選 對整個選戰的進行會更順利 那民進黨也是認為說 我們要精銳進出 然後大家都有一種共識就是沒有五都 就沒有201 所以五都的選舉 對民進黨來講 事實上它的重要性不輸於201 所以我們認為說提早作業 讓南部有競爭的部分 趕快可以產生候選人 然後立即的去整合 因為競爭總是會有摩擦 會有裂痕 然後我們在三月底產生候選人之後 然後黨趕快去進行團結 去抹平初選的裂痕 然後在北部的中部 這三個都 我們要去徵召 想辦法要怎麼樣去徵召 可以勝選的候選人 所以提早作業是對的 所以我家今天小英這個宣布是很重要 因為今天本來有人邀請他們說什麼天王就坐下來 把五都的這個直銷市長跟總統大選掛在一起 他現在是把它切開的 而且時間是往前 三列底之前所有五都的人都必須就位啦 我覺得小英當主席當然想切開 不過我覺得很難切 而且越切會越不開 因為我覺得天王 畢竟大位的思考 還是2012的總統大位 五都的選舉 可能只不過是一個中介的跳板 所以我個人認為 理想上要切 但是事實上我覺得蠻難切的 那我覺得小英黨主席今天這個說法 對民進黨絕對有正面的效果 第一個我覺得他冷卻 這次三合一選舉 民進黨勝利的激情 讓整個黨回到一個平常心理性的狀態 好好因應下一局的仗者而打 第二部分他也透過這番說法 讓整個黨能夠靜觀對手的佈局 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國民黨也換了一個新的秘書長 要進入緊密的操盤階段 所以靜觀對手的變化 今天小英的說法 基本上是一個很正確的 而且有戰略價值的說法 所以你提杂佈局來 我基本上是不是很同意文家的看法 我講我的想法 然後請蔡芳然做仲裁 因為畢竟他是內部的 我覺得結論從小英的談話 就說切開了 但是這個切開並不代表 選五都的人不會選副總統 你聽清楚 技術上會容許他們選 但是他們如果選上了 當然會有承諾說我做到底 但是如果沒選上 我覺得這是很關鍵的一點 所以今天他的結論有一個 就是說切開 還有第二點 南部 南部是沒有問題的 南部只是說 那個初選內規的離定 就是說到底要不要 這個把人頭黨員算進去 但是北部的這三都 台中我想也不是 就是兩都 我覺得會精銳進出 會大排的 真的 那這個提早在三月 雖然蔡宏郎認為有一點太慢了 但是畢竟還是好 為什麼呢 這個讓國民黨處理周習委 會比較方便 那今天蔡主席這個講法 剛好跟兩天前那個廖本燕 廖本燕所開的 所謂綠色立委聯盟 他想要把五都加黨主席 加走回來的總統副總候選人 做一遍 都把我們做一個package 把它包起來 這是廖本燕前立法委員 心中的軌跡 那我覺得 黨的主流 不同意這個做法 這樣對不對 沒有要給評論 你也這麼說 要給評論 你怎麼知道 我不能先講呢 不是我當然可以啊 我當然要先講 我當然要先講 我還沒講嘛 當然我要先講 來讓議員講一下 你如果跟2012一起考慮的話 那你就去考慮五都 同時要考慮總統候選人 副總統候選人 同時考慮 如果假設說讓蘇貞昌選 以後的總統 總統 然後要不要他出來選五都 如果不讓他選五都 就確定他選總統 蘇貞昌的黨內的地位 是高於黨主席的 因為我是總統候選人啊 我總統候選人 五都的人選 要不要經過我總統候選人同意呢 要不要跟我商量 不是這樣啦 這個到底有問題 一句話就好 當然有問題 譬如很簡單 馬英九那時候我沒有黨 但是馬英九是總統候選人 你下面要安排選舉的話 要不要聽馬英九的 他有沒有意見 意見有沒有分量 我跟你講 英雄說這個 相過的理論 我覺得一句話 為什麼廖本源的這個整個包裹 不能通呢 因為你基本上那是分章嘛 對不對 洪龍這樣對不對 英雄說可能對民進黨的這個文化 比較不了解 副總統就比較了解 民進黨沒有能力說 包裝去同時處理 沒有那個能力 我贊成是分開的 我是贊成切開的 2012的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 要自然形成 他要一種民意拱起來的自然形成 你無法在這個明年五都選舉裡面 去找出端倪 很難講 因為那個結果 會影響到2012年的總統候選人 這個是 有心搶大位的人 他們都心知肚明 蔡文你說自然形成是怎麼樣 不是每個人都下去選 選完以後自然去形成嗎 不是 我是說 他要看五都選舉完之後的整個形勢 然後才可能去形成我們的總統候選人 那我剛剛講得很清楚 就是沒有五都的選舉的結果 很可能就沒有2012年的總統大選的勝利 就是民進黨五都還是要打贏才有機會 非常重要 我當然同意就是民進黨的內規 可是內規符合民主政治的基本的要求 符合人民旺志心切的期待嗎 有啊 符合 有啊 你們說這不是分 那這不是分是什麼呢 沒有 他只是公開在檯面上分 跟拿到私底下分的差別 所以我認為說 小英黨族說要切 但是很難切嘛 你如果真的全部切的話 你應該不要考慮2012啊 你全部的精英就為老百姓服務 賭這五都的選舉嘛 對不對 事實上這兩個選舉之間是有連動關係嘛 所以你必須是有考慮嘛 那考慮就會產生替代關係嘛 我們的制度上是沒有考慮 所以這個期待關係不容否認嘛 制度上沒有考慮啦 是候選人 他有考慮有盤算 是候選人 但是我們的制度上 小英主席把它切割開來 在制度上 我們是沒有考慮 但是候選人他本身要搶大會的人 他會盤算啊 所以你剛剛講的可能是候選人 他自己在盤算 他的政治前途 他的賭注要在哪邊 但是我們整個制度上 他是分開來產生這個候選人 好現在民眾很關心的是本來 很多人在想說五都的這個候選人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是 那小英今天很明確啊 他是下個月一月份就開 全國的代表大會 臨時的代表大會 開完之後 三月份之前 五都的人選全部都定了 包括收信昌到底要在台北線 台北市人就定啦 那國民黨昨天 金補充也開始講了 他說速度也是要快 最晚四月底 所以顯然已經開黨了 在談這個之前 我想對民進黨的朋友 做一個善意提醒 下個禮拜 請你們務必堅守 和平理性揮包的原則 我們都在看 大家都在看 我希望你做好 不要把好不容易累積的人量 把它消耗掉了 特別要截至黨內的激進派 我們都窮州的啦 這要截至好 充足也許從全台各地來 但是民進黨黨中要蓋瓜成熟 第二點 還是請你們務必守法退場 退得很漂亮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如果這個又出事的話 會影響選情的 我做個政黨政治的愛好者 我希望民進黨打漂亮仗 我也希望國民黨 大家互相一種很良性的競爭 民進黨一定要在五都 先把氣勢打下來再說 什麼意思 先忘掉2012 以我為例啦 或是我身邊為例 能不能還沒有準備好 讓民進黨中央執政 至少此時此刻啦 一年後我不知道 既然這樣子 也許我是一個想法而已 請僅供參考 蔬菜配在2012 我看是形成了 蘇蔡佩 蘇文昌 蔡英文 你們兩位 何不直接兩個就先搭配 打台北市跟台北縣呢 做領投羊嘛 用這個Ticket做領投羊 你打下台北縣市 輸贏不管怎麼樣 氣勢打起來了 馬上順理成章 直接搭選總統嘛 那也許你們勝選 那搭下來再講 中央政權拿到再講 或許我講這個太理想話 也就是說 你把蔬菜配2010年的選舉 直接接軌 無縫接軌到2011黨內出選2012 因為2012是2011就開始了嘛 就2012的選完 馬上無縫接軌到2011的總統大選 這是一個方式啦 同樣的 我再三講周錫有問題了 因為我跟周錫瑋的很親近的朋友 談過了 周錫瑋是到底拚到底的 如果要拚到底 怎麼解決他的進退 國民黨要趕快 你說等到4月 我看來不及了 聖誕節前後要趕快解決 不然周錫有問題會 慢慢的跟他補狼 變成國民黨裡面 最嚴重的內部矛盾 胡大哥講 蘇貞昌配這個蔡英文 蘇財配看起來這個氣勢是強啦 可是他還碰到一個問題 你真的選完之後 如果真的當選 你還真的馬上再去選 要再補選 這個我覺得是不難 其實我剛剛那個蔡委員講說 民進黨在五都選舉 一定會精銳進出 我相信其實在五都選舉裡頭 其實看現在看來朝野兩黨 民進黨是不缺人 國民黨反而有缺人 還有這不曉怎麼辦的 比如說台北縣的這個問題 比如說在南部 大台南跟大高雄的問題 那個蘇蔡配如果一旦成行 我不去預期說2012他們要推誰 但是蘇不管是蔡英文 或是蘇貞昌 他們投入新北市跟北市的選舉 其實很多人在期待之中 事實上是期待之中 而且他還有一搏的營地喔 所以其實蔡英文剛剛講是非常合理 1月我就訂遊戲規則嘛 所以最重要的是 他現在南部一定要趕快把這些 競爭者搞定 不要掛到老火老地 團結他剛才強調團結嘛 尤其台南縣有6的人要出算啊 他只要把3月名單底定 對國民黨來講壓力非常非常大 國民黨現在大台南大高雄三個人 然後現在還有台北官還不知道怎麼處理 他是缺人狀態 他還要試圖去不管是王金平或者是朱立倫 他還要試圖去說服他們 所以這個對金小刀來講是很大一個壓力 4月底其實來不及 你知道台北線29雄定耶 你怎麼走 走不去 尤其你是個空降的人來 我覺得民進黨到底第一強棒 蘇貞昌是要選新北市還是台北市 過去一個禮拜來 其實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我覺得中信都講不一樣的講法 但這兩三天急轉逐下 所以剛才中信講說 蘇貞昌選台北市 小英選新北市 所以我說互相搭配沒有 那你又收回去了 我還是講蘇貞昌選台北市 這個小英選北新市 恐怕現在就是民進黨的副案 為什麼這是副案呢 因為如果不小心選上了 我覺得民進黨也會對老闆先生的承諾說 如果我選上了我一定做到的 不會落跑去選那個2012年 所以那個想選正的那個人 他不會去選一個 如果拼命努力去選 結果選上了 我覺得他會想辦法去避免 人家要聽到啦 不用再說 所以是選書嗎 不是要選你嗎 不是不是不是 拼命選 拼命選 選上了當然可喜 我如果是真正的話 我做台北市長我也很快樂 因為2016 因為2016就是我的了 但是 鳳龍我要跟你請教一個人 這個還是有一個missing piece 就是還有一個客人 不知道要叫誰做 就是黨主席 你知道嗎 這段期間那個黨主席就是 威望要夠 派系大家都要信任他 曉得他不會搞鬼 不會去操弄對自己有利 當初阿炳選上2008的時候 是林英雄選他 老選他做主席嘛 那現在我覺得 民進黨恐怕正在找 那樣的一個人 來這段期間 當黨主席 鳳龍你覺得是不是 我覺得不衝突 這個黨主席 如果小英認識的 他用黨主席基尊 下去打五都的市長選戰 其實也是民進黨裡面 很多主流的意見所支持 所以這個 當然並不衝突 那我剛剛講的精銳進出 當然包括黨主席 有啦 有啦 但是 五都選完之後的 總統的那個局面的時候 或許這個黨主席 已經不在那個黨主席的位置上 好 黨主席是不是真的只是小英 現在聽說現場挺是俯視擔擔的 另外呢 今天連郝龍斌都出來講話 因為這幾天最熱門的一個新聞是 阿扁推薦說 蘇貞昌到台北市議選 郝龍斌應該出來說 沒在怕喔 放馬過來 精神之爭 另外呢 剛剛胡大哥提個點很重要 如果真的 蘇貞昌加蔡英文 蘇蔡培已經成形了 那2012滿久真的很危險嗎 我們就要記憶追蹤 慢慢回來